超戰新劇成大餅,女主被捕在譚一線影星,或時隔十五年再出演電視劇,超戰新劇或半年前已接觸,女主而在譚二大知名影后,年夏戀成熱吹隱然,前不久超戰被捕,出演新劇嬌陽伴我,引發網友熱意,有網友爆料清這部劇,很早之間就開始接觸了,得有半年的時間。 而女主網友爆料,再談舒淇和周信,還沒有定下來,更是引發網友熱烈討論,大家都知道這兩位偽,人在圈內的地位,知名影后一線影星,不論是合作哪一位者,部劇都會成為爆款。 據號 舒淇這些年來出演,影視劇的頻率不是很高,時隔一兩年甚至更,狗才會有一部作品,像上一部作品環是十九,連想影的電影上海堡蕾。 據號 而在電視劇方面更是,長達十五年沒有新作品了,上一部還是在2006年播,出的老逢一機。 據號 而周信這兩年也開,此出演一些電視劇作品了。 高年了電影方面,也沒有落下,與鄭秀文,二陽千載合作的,新電影世間有他也將在今年上線。 據號 電視劇方面在十四年播出《紅高樑》後,周信也有近四年的時間沒有出演新劇,直到遇到如意傳者,個本子才再次出演電視劇,以後又出演了。 不完美的他,小敏家,公分等電視作品,可見周信是電影電,視劇都有堅固的,重要的還是要看本子質量。 據號 其實相比較下來,舒奇出演者,部劇比周信出,演者部劇帶來,的衝擊力更大一些,因為舒奇畢竟是時,隔十五年再主演電視劇。 據號 驕陽伴我講 術的年下者遞戀 也是目前電視劇的熱趨 在影視是場中者 類題才一直都 是備受歡迎 據號 這部劇講術的是 簡兵和聖揚之 間的故事 是一部典型的 現代職業劇 前者是在業內 知名的廣告導演 後者是初入社會的新人 前者剛剛結束一段婚姻 後者則等待愛情無果 這樣的兩個人遇到一起 不知道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 關於《超戰》出演驕陽伴我這個劇本的消息出來後 很多粉絲都是排斥的 因為這部劇的出品方式新來 其實目前《超戰者》 哪是完全不缺劇本的 重要的是選擇好劇本 且適合自己的劇本 《超戰》一直以來都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規劃 既然選擇了《嬌陽伴我》這個本子 想必也是有吸引他的地方 網傳《超戰》手裡還有很多好的電影劇本 其中還包括了一些能夠衝掌的本子 所以說《超戰》的資源一直都非常不錯 目前來看《超戰》也在積極嘗試出演一些不同類型題材作品和角色 像餘生 請多指教也是首個主演的現代愛情劇 飾演的角色是一名醫生 還有黃牌部隊這樣的一部軍女劇 《超戰》在劇中飾演的是一名軍人故一夜 另外還有前不久剛剛殺青新劇《玉骨饒》 也是《超戰》首次嘗試先合劇 飾演的角色是比較清冷的大神官時影 甚至還挑戰了話劇 作為演員的《超戰》一直都是非常認真的 而《嬌陽伴我》這部劇相信劇本質量應該不會差 大家期待《超戰》能與誰合作這部新劇呢? 極速攻略